也擔任過李秀蓮前副總統的助理 也擔任過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負責民進黨國際的各項工作 也曾經接受民進黨的徵召 到台北也到花蓮艱困選區作戰 前前後後擔任了世界的立法委員 在2020年跟接受了蔡英文總統的阻托 前往美國擔任駐美代表的工作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美琴不管是在哪一個工作 表現都非常非常的接觸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只要跟美琴有稍稍認識的話 都不難看出美琴至少有三項特質 第一個是他從不為自己的厲害 勝敗來著想 他是一個願意犧牲奉獻的人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監困選區不管是在台北或是在花蓮 特別是在花蓮一噸就十年之久 贏得大家的肯定跟支持 第二個是美琴是一個積極認真負責 全力以赴的人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過去三年四個月 中華民國台灣駐美代表的工作上面 他不僅僅是遭逢中美的衝突 COVID-19的期間 又或者是台灣面臨的種種挑戰 讓美琴運用他的專業 也運用他的 他本身的工作的這個特質 一一解決了每一項難題 不僅僅成功讓美國在台灣疫情期間 贈送數百萬劑的疫苗給予台灣 同時也成功讓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成為有史以來互相信任最好的關係 這些通通都是美琴的貢獻 第三個特質是美琴也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 不管他在哪一個工作 有怎麼樣傑出的表現 或是在哪一個事件上面 他做了哪一些犧牲 他從來不對外人講 他就是一個這麼謙虛的人 有一句話 非常適合用在美琴的身上 也就是 胡為不爭 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 胡為不拘 勢以不去 美琴不爭 不拘 但是 全台灣的民眾 中秀是知道 這麼多年來 美琴為國家社會 所做的一切 我特別要跟國人報告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國際情勢 及地緣政治 複雜變化 在這種狀況之下 全世界都在關注 台灣這場選舉 全世界都想要知道 台灣人民 在這一場重大的選舉當中 是信賴台灣 讓台灣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續壯大前進 還是選擇 依賴中國 走親中的路線 把台灣 再次鎖進中國 我也要跟國人 再次報告 台灣經不起 分亂 台灣也沒有辦法試驗 此時此刻 需要一個穩健 有歷練的掌握者 在變局中掌握契機 持續堅持民主 和平 繁榮的道路 敬告各位父老鄉親 賴清德 蕭美琴 會穩穩的帶領國家 堅定的走對的路 請給予我們機會 我們會團結台灣 將變遷的局勢 化為台灣的機會 讓台灣走向 民主和平 創新繁榮 以及公益永續的台灣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美琴 帶著多年的歷練 回到台灣 和我一起為國努力 美琴這一趟回家的路 也是守護台灣的路 更是帶著對台灣 滿滿的愛的一條路 現在讓我們以最熱的掌聲 歡迎蕭美琴 我們有請蕭美琴 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來致辭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主席 賴清德副總統 競選總部姚立民主委 潘孟安總幹事 卓榮泰總督導 還有中央黨部的 許立民秘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 和現場觀看直播的 各位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 過去這幾年 在美國上架台灣 是蔡總統 賦予我的任務 也是我一直自己認為 最佳的戰鬥位置 我在這個位置上全力以赴 也不敢懈怠 在過去這三年又四個月的日子 當中 我和整個駐美代表處的團隊 努力讓台美關係的運作 更加的順暢 也盡力完成 總統和台灣人民交付給我的責任 所以當賴副總統邀請我 擔任副首的時候 我也陷入場口 在這場選戰當中 我應該要留在最熟悉的戰鬥位置 還是要在新的位置上 迎接更高難度的挑戰 我還記得2010年 我一樣面臨非常困難的抉擇 前往花蓮投入立委的補選 也開啟了 我在花蓮長達十年的耕耘 十年的歲月當中 我上山下田 腳步走遍花蓮的大街小巷 雖然面臨極度艱困的政治環境 但是也感受到花蓮基層的溫暖 在最接近土地的地方 多年的汗水 與歷念 成為我成長的養分 多年的美好與挫折 以及2020年落選的時候 支持者為我流下不捨的眼淚 都成就了我 面向世界的勇氣 我常形容自己是戰貓 剛剛也跟賴副總統說 這裡為什麼都是狗沒有貓 只有一隻貓 因為我覺得外交就如同貓的步伐 再踏出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實而輕柔 但也堅定 在駐美期間 我堅守立場 妥善處理議題 在複雜的戰略環境當中 維持平衡 將台美關係最大化 也讓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更支持台灣 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但在俄烏戰爭之後 台海局勢再一次引起國際的關注 儘管全世界都希望維持現狀 但台海現狀正不斷的 遭到對岸片面的改變 共機共建侵擾介入選舉 這段日子以來 台灣政治情勢的變化 我相信大家都深有所感 也都非常焦慮 台灣能不能守住民主價值 台灣人能不能自己決定未來 不只對台灣自己 對全世界來說 都有深遠的影響 而這些情勢的變化 也讓我對眼前困難的挑戰 知道我已沒有迴避的空間 今天上午 我已經分別向蔡英文總統和吳釗燮部長 請辭駐美大使的職務 全心投入總統的選戰 我會帶著過去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崗位上的歷練 以及對國家的使命 為台灣做更多 為台灣人民走更遠 謝謝賴副總統 以及許多台灣人民對我的信任 願意在我的肩膀上托付更沉重的責任 也謝謝蔡總統給我的鼓勵和祝福 我是蕭美琴 我回來了 挺台灣我責無旁貸 為到我們的國家 我會聊下去 我們做的打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蕭美琴副總統候選人的致辭 我們先請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住坐 好 中文字幕提供